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商的无脑剧 二来他的风格独特 大家在吵的其实是审美 首先 繁华的制作绝对是华语电视剧的至高水准 原著是上海作家金语成创作的护语小说 曾拿下矛盾文学奖的剧作 排出花样年华 重庆森林的王家卫 首次下凡指导电视剧 连摄影师都是拿过奥斯卡的鲍德西 外加港片配乐大师陈勋奇 简直逼格拉满 主演阵容是藏了又藏 多少内语小生小花 想啃这个饼啊 但王导不会讲上海话的免谈 于是 胡歌 唐嫣 马依黎等几位上海派脱颖而出 连配角都是上海系的艺术家U本昌 头号网红趴皮酱 唯一的例外是王导清典的大美人心之类 可以看出导演用电影的标准在拍剧 三十集愣是拍了三年 唐嫣更是不惜半丑 一个镜头重拍了八十遍 最终拍出了九十年代上海的灯红酒绿 是这样的 所有画面金灿灿亮晶晶 有那种精心雕琢的美 但你说这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上海 我不敢苟同 更像是三十十年代指最精迷十里洋场吧 切到当年饭店林立的黄河路就更夸张了 以为到了港片现场眼睛都被抹了金粉 男主遭遇车祸 各种慢镜头加油意的九天慢慢响起 再配一首时间主语 我看也没问题 华丽的转场 舞会 公筹交错 钞票散落一地 郭敬明看了直呼内行 小时代之繁华时代 很美 但也不像电视剧了 像一个赤重金打造的超长广告片 场景是错位的 人物也是 大家只看到一个个有腔调的镜头 胡歌饰演的男主阿宝 闯荡上海股票和外贸圈小友成就 一跃成为人尽皆知的宝总 出场就是西装 杯头 酒杯 抽烟 各种身格 慢镜头 够不够派头 但是 导演你不觉得这一幕很熟悉吗 他多么像三十年前你拍过的梁朝伟 这还不止 我看胡歌的时候总觉得好眼熟 后来一想 这不就是小李子吗 胡歌 人称上海盖茨笔 新直磊饰演的大饭店老板娘 烈焰红唇 大卷发 气场全开 每道王岛对着他拍了几百遍 成为繁华唯一火柱圈的人物 当然 阿宝的另外两个女人 马依黎和唐燕 甚至连客串的泡皮匠 也和雅士兰黛享受同等礼遇 每则每矣 但怎么看 都像时尚杂志广告 加上每个演员的演法都很卖力 王家为标志性的欲语还修 克制不发 在繁华荡然无存 每个人念台词都跟开了机关墙一样 开播前使劲吹的唐燕 转型演技爆棚 你说的是这个喳喳呼呼的小妹吗 有人说 怎么都在说画面和演员啊 剧情是一点不提啊 笑死根本没剧情 正如网友所说 拍的是户上的商战 但三分钟放一次音乐 两分钟起一次旁白 全靠角色凹造型推动故事 每个人都在精心不知的光影下 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大家可以品一下这些台词 总的来说 繁华画面精美 可当壁纸 是华丽的广告片 主演的写真集 这些都是极好的 我愿称之为护板装枪启示录 唯于两字 浮夸 可以想见 围绕着繁华好不好看的骂战 还会继续 不仅因为它是罕见的超大型制作 又有王家卫首次拍电视剧的噱头包装 同时大家对一个文学作品演变成影像 充满了关切 事实上繁华也是极具野心的 王家卫最开始想拍的 是上海这座城市 生活在这里的云云众生 以及他们的生活图景 而电视剧中 你很难看到普通人的印记 那种意想中的上流阶层的高调 充斥了整个画面 灯红酒绿的确可以代表上海 但也不全是 同样拍摄这个年代的故事 1994的电影古风 和电视剧《涅债展现的城市图景》更加写实 记录的城市变革中的生活细节 才更有代表性吧 相较之下 繁华走得太偏了 有人会说 太苛刻了 每年内鱼产出多少烂剧 繁华至少做到了画面好看 请别搞错了好看的概念 的确 王家卫擅长拍的是拍形形色色的人 各种演员 到她的镜头下都能美出巅峰 繁华也不例外 拿心直累来说 拍广告时事女明星 到了王家卫镜头下 是艳光四射大美人 但光有皮囊是不够的 拍画面好看 不耽误讲故事 动不动就大特写 仰拍俯拍 挺好看的 但这种好看是无效的 她对剧情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退一万步讲 郭敬明拍帅哥美女不好看吗 她的作品没能成为经典 也是观众太苛刻 评价影视剧的好看 是一个宏观的维度 人物 剧情 台词 音乐 镜头等 是综合作用于作品的 而繁华之所以让人扼腕 不仅仅是叙事的缺失 更是王家卫风格的严重退化 这饱和度至高的滤镜 是干啥 拿王家卫自己的作品来说 她的审美曾经是相当逆天的 花样年华充斥着各种人物 镜物 光影 慢动作 氛围感 特写 但你明显感觉到 这些镜头是服务于故事本身的 举个例子 苏丽珍和周沐云 住在六十年代的公寓里 镜头展现他们婚外情的暧昧 是在逼则的楼梯上 彼此一个侧身 那种情欲的流动 忽之欲出 而展现穿旗袍的张曼玉的身姿 是一部一摇曳 旗袍与环境与心境 都融为一体 那种被压抑的情感 被束缚的感情 寥寥几个镜头就展现出来了 那时候 王家卫展现老拍上海的活儿 可不是动用各种金灿灿的滤镜哦 拍的美的同时 还没忘记讲故事 两个人外遇的痛苦 欲语还修 浓缩在极其简练的台词里 谁不觉得深刻 而重庆森林中 拍香港现代化的一面 他用了抽针手法 快节奏的香港 失魂落魄的主角们 在镜头先显得更加迷离 王家卫最能抓住了 每个人的特质 梁朝伟忧郁 王妃灵动 金城武呆萌 林青霞神秘 主演们各演各的 却也那么和谐 当年大明星 谁不想拍他的作品啊 连李嘉欣在他镜头下 都有演技了许多 不仅是拍得极美 而且作为脱油屏的王家卫 大概率是能把每部作品 打磨成经典的 所以明星们 即便三五年 拍一部电影 也要硬着头皮上 正是因为大家 对他有所期待 那在对比拍了三年的繁华 你就知道 如今的评价标准有多低 所谓的含金量 缠了多少水分 即便放到流量膨胀的那鱼 多少人 以拍王家卫的作品为荣 唐嫣牺牲 形象半丑 三年里就拍了这一部戏 如今的效果 见仁见智 今天的那鱼 大多数电影人 赌上了半辈子的名声 蜂拥进电视圈 却风风水土不服 没有人永远躺在 功劳库上吃老本 在这样的时代 花数年时间 磨一剑很难 也并非所有人 都有这份认禁 但只要是作品 就必须经受审视 繁华开不开 观众说了算 最后 王家卫在电影中讲过 有缺憾 才有进步 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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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